早上,大家好,又是我David Sire 今天是2019年9月28日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要講 很多事情要考慮 今早8點多,一會兒就上課 但有些事情都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事情很值得令人擔心 昨天的學生說 拍片很嚴肅 你應該多點笑容 我也想多點笑容 但是有很多時候 我自己問你是否要有笑容 尤其是講到一些很嚴肅的話題 我昨天有提到失落的一代 我剛剛看到台灣一位 一位叫做賴岳謙教授 他在無色覺醒裡面 一會兒會將影片的連結給大家 在下面 那時候他講到有關失落的一代 我覺得是挺有意思的 也有網友問我 他其實挺喜歡何志光的 那我都挺喜歡何志光那種直率的 但是他有些情況 因為他自己個人的觀感 那他是有些情緒在這裡 那我希望香港是平和走在一個好的方面 但是他的發言 我是覺得他有自己的圖 還有分析得挺清晰的 一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一位很有見識的人士 OK 好 那我們現在說回 就是有關失落的一代 那失落的一代是什麼呢 那他說的是台灣的情況 那我覺得 其實台灣的情況 是跟香港是差不多 就是今天的香港 其實很容易變成明日的台灣 台灣其實有個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薪金太過低 第二個問題是他的政治鬥爭非常之激烈 那也都有很多人 就是對台灣有了解的 就覺得他跟早幾年前 一個叫太陽花學運 其實挺相似的 現在香港的情況 那我自己覺得也是的 那還有的時候 台灣的政治呢 是不問是非,只問立場 我好擔心香港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 有很多事情我們要做的 我們不要落入一個抗爭的陷阱 就是我一直都反對說 為什麼要分黃和藍 那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 或者是一個世界公民 你分立場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鬥爭會非常之劇烈的 那有很多時候就會變成 有一些是非你就根本不會理 因為大家的立場不同 所以的時候呢 就造成大家是一種仇恨 你更加多的仇恨 其實帶來呢 就好像打碑坑波那樣 一來一回 當它一來一回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其實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所以我也覺得 汪韓編輯部那裡其實 其實是挺好的 它是說一個中立的力量 雖然我覺得 沒有可能中立 但起碼是一種互相尊重的力量 一個互相尊重的社會 才是一個良好的社會 一個連尊重都不懂得去做的社會 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 那我覺得有一件事其實 比較重要的就是 究竟我做的事 會不會對其他人有貢獻呢 當然我都是有自己一個情感 和一些生氣的事 不開心的事 我不會說我 即是人生是沒有說過噪口 我其實都有時候會暗暗的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去爆噪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去面對著其他人 或者面對著學生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收 當你懂得收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就會發覺到 你會懂得尊重其他人 因為只有尊重其他人 雖然對方未必要尊重你 但是 你起碼做了你自己應份做的 那這件事是 我覺得是香港人 即是所有香港人 應該去學習的一件事 和去嘗試理解的一件事 那阿賴教授那篇《失落的一代》 其實她說的是什麼呢 她說她那一代 失落的一代是成年人的責任 因為她們當年那時候 就混入了很多意識形態的爭拗 那時候呢 令到政策發生了很多嚴重的失誤 那她這個時代是怎樣呢 是因為藍綠對決 即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那裡對決 很多時候會形成一種漫罵 不理智 為了個人的選票 去分成兩大方面的族群 非黃 非藍即綠 或者是非綠即藍 那台灣這個情況 其實非常之嚴重 其實到現在基本上都是 那香港的時候呢 現在的情況 好像慢慢走過台灣那一套 所以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幾令人擔心的 當然我不是不喜歡台灣的 因為我其實在台灣裡面 讀書是讀得非常之久 那時候台灣是我另外一個家 我經常覺得 我希望大家的生活得很愉快 還有那時候呢 我希望看到我的子女 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世界很安全 即是你不會受到威脅的 大家是互相尊重的 那這個世代其實是我希望 我去見到的世代 那另外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台灣現在呢 她就說由失落的一代 走向無感的一代 因為那些人覺得沒有未來 她出生呢 到死亡的時候呢 其實經過幾十年 要怎樣過 怎樣生活 那他們有所謂一種 叫小確幸的支持 就是說 我開開心生活這樣過 我享受人生 品味生活 這些是小確幸 無感的一代是什麼呢 無感的一代就是告訴你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即是有什麼東西 沒有所謂 是的 我也沒有什麼都可以求 即是完全對世界的東西 完全沒有感覺 就完全對的是非呢 完全沒有了 失去了 那這些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來的 那我覺得 我覺得 你對社會是絕望到 無以復加 已經習慣了 那個低身的環境 或者 世界上有些東西 已經完全不關你的事 你完全是 就是跟一個 跟一隻普通的螞蟻 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會覺得 你人生再有什麼意義 或者再有什麼價值 那我覺得這樣非常可悲 那香港呢 即是我很擔心 香港是慢慢走到這一步 即是最近 我有跟一些年輕的朋友去談 其實香港人 其實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我也都看華記的一些報道 他都說 香港這一代真是 不太行 我自己接觸多的時候 我就盡我一己之力 在我有限的範圍裡面 去令到學生知道 其實 你們所面對的是什麼 你要看世界 是非觀念很重要 我盡我能力去做我自己 作為一個老師應該要做的事 這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很開心 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其實真的很短 那我的訂閱已經是 幾百倍上升了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 是需要有一些像我這樣的人 或者好像需要大家去出來 去維護這個社會 去令到我們下一代的生活 過得更加好 因為面對挑戰很多 多到是真是 令人擔憂 不知道 未來幾個月會怎樣 但是 就是現在 這一兩天 今天9月28 29 30 然後10月1日 這幾天都是令人很擔心 因為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我希望大家 在香港的朋友 是安全的 這幾天小心點 真的去看看 外面的環境 怎樣 安全地留在家 是最重要的 也有些馬來西亞的朋友 其實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也很喜歡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其實 因為我也曾經去到那裡 很多次 做事 或者旅遊 我覺得民風是非常純樸 希望 世界和平 真的 這句雖然是 很懶 笑話很懶 但是 是真的 很多事情 我們希望主宰到自己的命運 但是很可惜 我們的命運是主宰在少數人的手上 這樣非常可悲 所以 我一個小市民 我要出來開聲 去和大家 聊一下 聊一下 可能講中你的心聲 心聲 但是 也都未必 可能有些朋友 覺得我講的東西 是一些廢話 但是 我希望 大家自小去想一想 因為 我很認同 賴教授所所說的一句話 就是 我們這一代 其實我跟他年紀差不多 人類最大的價值 是對其他人的貢獻 我希望大家 這句話 放在心裡 貢獻 不是破壞 破壞之後 未必會有建設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建設是什麼呢 是由原有的基礎上高 不斷建立出來 當你破壞了 你要去建設 其實是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 想一想 雖然是早上 我講這個話題 其實挺沉重 但是抱歉 因為 沒有辦法 一定要講 不講的話 我覺得對不起自己 這件事是 有點無奈 但是 我都希望 去製作一些正面的聲音 去告訴大家 作為一個人 價值很重要 你有什麼貢獻很重要 希望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 或者 各位成年人 希望可以 和你的子女 聊聊天 令到他們明白 什麼貢獻 你的貢獻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的 請大家 停一停 想一想 不要破壞 不要令到你父母傷心 尤其是那些學生 不要令到你的子女受傷 不要令到你的小朋友 在一個仇恨的環境中成長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大家要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可以包容 盡量包容 可以去解決 盡量去解決 千萬不要用暴力 如果你要衝擊 其實 很多執法 很多的情況之下 我了解到的警方 其實是 逼於無奈去做 一些驅散 或者在電視看起來 好像覺得很暴力的情況 但是這些 他是一個執法者 他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叫他可以怎樣做 難道看著你去破壞 很可能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回復一個真正 是令到大家安居樂業的社會 麻煩大家停一停 抗爭到這個階段 超過一百日 其實 有什麼意義呢 我自己覺得 意義是不大的 因為邏輯上高 說不通 真的說不通 我教學生思考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 就是 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你會不會達到一個好的目的 先 有時候真的要 看遠一點 想得仔細一點 那才是真正做事的方式 那 希望 香港越來越好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先 要準備上課了 多謝大家 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 分享給其他朋友 好 多謝 各位 拜拜 拜拜